女婆山 一作我形容为高CP值好玩的山峰 想难又得 想异又得 想有些难度的 可以选择在鱼裸石或者三兄弟石那边上去女婆山的山顶 想异玩点呢 可以沿着女婆山下的梅花古道打个Round 而无论是易行还是难行的路线 沿途都有很多风景位 石位 满足你影响打卡的需要 再加上前往起点和终点的交通都非常之方便 绝对称得上一条高CP值的路线 而这日我约约了从英国回港探亲的哈叔旧地重游 再行一转女婆山 为什么旧地重游 因为哈叔第一次在我影片出现的路线就是女婆山了 而今天我们就选择一条有少少难度的路线上山 但难得又不算太长 我们会由石门出发先经两个打卡石位 一个三兄弟石 一个鱼裸石 然后再上女婆山的山顶 而下山的路线我们就选择先经这个豆腐石 再经这个女婆山的Signature位置 玄阳石 下回女婆拗之后我们会经花心坑 途中还会经过多一个打卡石位花心石 终点是黄尼头村 全程这么多的影响打卡位加起来都不超过6公里的路线 究竟是不是真的小小难多多取 一起去哪看下 自己找个答案 出发上女婆山之前跟大家介绍好东西 对于我们这些这么高的运动量来说 没有良好的粗练和良好的身体状态 是没有办法应付得到我们这些 这么通山走无时停的日常生活模式 而在未来的3月我将会去韩国跑马拉松 而且在这6日的时间 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走三座 不同高度的三座 所以要保持良好的看法是很重要的 要保持良好的看法 一个好的身陈代謝就是非常重要的 如何令到自己身陈代謝系统有一个好的发挥呢 NAD Plus 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要有身体上有充足的NAD Plus 才可以足够令到你身体健康和持久耐力增强 不能上到山就会遇到看片的观众 有时候有些都很客气 对着你看来给你真实年纪好像年轻一点 其实坦白说你一副良好的身体 自然看上去你的人都会年轻一点 而既然这个新陈代謝到我们这么重要 这个NAD Plus又对新陈代謝系统有这么大影响 那究竟这个NAD Plus是什么呢 有一项关于老人家和年轻人身体上含有 NAD Plus数量的临床研究显示 老人家身体上含有的NAD Plus 和年轻人的对比是差很远 是少很多的 而反过来说做运动的老人家 身体上的NAD Plus又不对比年轻人少 就是告诉大家 其实做运动会增加NAD Plus的数量 而在研究部的显示 有做大量运动的人身体上含的NAD Plus 是明显比没有做的多 而年轻慢慢露退的时间 身体上含的NAD Plus 也会慢慢减少 10% 20%慢慢流失 所以NAD Plus 无论对我们的新陈代謝系统 以至能不能身体健康 或者我们能不能长命八岁 有着重要的关系 而除了我们年轻的增长 无论我们怎么做运动都好 或者透过饮食去摄取都好 都不能够抵消我们的NAD Plus 除了年纪的流失 所以人大了 就慢慢开始有老太的出现 而近年已经有很多研究报告 显示了NMN是有助 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NAD Plus的数量 而NMN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NAD Plus的前体 可服的NMN 在身体之后 就会转化为NAD Plus 从而促进我们细胞的能量代謝 和DNA的修复 而今次我要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来自美国洛华山的高纯度NMN 它的浓度高达99.5% 有助提升我们的耐力和带氧表现 体能是要粗活的 但你只要继续保养的话 身体就很容易做到 input和output不平衡的情况出现 这个情况有什么结果产生呢 就是可能你做完运动之后 很长时间才可以回复得到 又或者是你虽然运动表现虽然很好 但是你看到很潮水 很累很dry的人 又或者是你不做运动的时间 他人长时间感到疲累 这些都是你一个input output失衡的情况 想改善你身体机能 提升你运动的表现 美国洛华山NMN18就可以帮得到你 增强你的power 提升你的肌肉记忆 记住运动和保养得很重要 保持着双轨并行才可以做到力量由来之外 提提大家 未来的三月尾至岁月 曼宁在卖二送一的优惠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 我就吃了大概一个多月左右 究竟吃完之后身体有什么明显的改善呢 聊到这里 下次告诉大家 大家好 我是队总VIO 身处在石门站 今天想着和哈叔 即是在英国刚刚回来 短暂逗留一段时间的朋友 走下这个马鞋山附近的一个女婆山 哈叔就很厉害人迟到的 他因为我迟一点 而比我很多次 今天我就早了15分钟到 现在就10点04分 他已经迟了4分钟了 他都未出现 我看看他出现的时候有什么说 与此同时就是有些朋友出现的时间 他用什么态度去对他们 会不会扔他们呢 会不会像扔我那样扔他呢 我现在即管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尽量录下给大家看看 他怎样是有两套的双重标准 镜头一转10点08分 哈叔出现了 他今天迟到 你有人做证的 有没有迟到 我就用了10点钟 这些出口等 这个讯息就在10点之前 我发给大家了 那呢 你又平时认得我多了 我想听你今天有什么反应 你这个讯息呢 是很迟才发的 你最初的讯息是石门站 这里不是石门站吗 我一直在A出口等你 你说D出口是很迟才发出来的 你看一下这个讯息 总之你昨晚没有发给我 那我和另外两位朋友 一早已经做了 那我今天是有人证的 我没有隔离 我都预认了有人比你 你放心吧 哈哈哈哈 总之呢 和哪个在一起呢 你放心吧 就是总之呢 人总有有藉口去维护自己的 那在镜头前面 我就不用发信号给大家看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在镜头给大家看了 那他呢 他是声称自己也没有持到的 OK 这是第一个问题 要看看第二个 他如何回答我 Hello Hello 我忘记叫什么名字 你叫大姨 喂 没有 是便来的 没什么的 他很喜欢的 咦 听过你迟到 哈哈哈哈 听过你迟到 什么呀 不是只有我 哈叔有什么 有什么留言 预讯了 你不要说吃早餐 我就不会在家吃茶 出去就准事了 原来是这样的 大家看不见 刚才哈叔是多友善的 迟到预讯了 哈哈哈哈 他对我不是这样的 哈哈 对美女是两个准则来的 他拍片在这里 他拍片 任意的 OK 好 我们现在在这个石门出发 今天呢 一个非常重大的日子 不是因为哈叔回来 是因为大家可以脱口罩 大家已经争议过见人了 OK 不过戴不戴口罩 我觉得是 因为重心出发 觉得自己有没有需要而决定 今天在街头见到很多人大 OK 自己决定 我们在这出发 会上这个什么山 挺阴点的 哈哈 圆阳石女婆山 没错 他说要上这个女婆山 这里很吵 我们在这出发 大概五公里都有距离 一路走一路再聊聊 好了 我们沿着D出口的方向 这里好像是安明街 一路直行 经过回船处 过对面的山 一距离距离 横过马路之后 在桥底的方向 旁边有一个粉红色的建筑物 在这条小巷里穿过去 穿过条小巷之后 我们沿着左手边的方向走 好了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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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红是大红 大红 上来的画面是这样的 左手边望着碧桃 右手边马路车牌 写着这个阿公角街的方向 还过这条天桥 好了 通常起步的路段 都是难找些的 很多朋友都常停 起步拍多一点点 尤其是这些比较要稳定的 几步路段 比较多一点 反正大家 当然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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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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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喂,哈啰 上到來有屍帶,這個路況是不是有一點沙沙石石呢? 喂喂,黑仔,你們要怎麼欺負人啊? 其實我怕高一點就有一個好一點的位置 不過有路就先上了,反正大家都處在這裡 上來之後呢,完屍帶,右邊方向上 喂,哈啰,全程5K左右 但剛才我好像從石門站開始計算 已經有一K是馬路邊,就是輕鬆交遊的路線 我們接著會沿著花心坑那邊下山 但我懷疑輕鬆交遊之後已經看到有繩位了 大家看到繩就會覺得是難的 我上了一些景坑的大雄和Vivian上來 給大家看一下,覺得難不難處理 OK,繩的,刀身分正短的 喂,看多輕鬆 超輕鬆的啊 阿Poo也上到 阿Poo也得到一點 看見大雄走著上去,我就想起我 我和哈啰一次走谷關的時間 在谷關遇了一隻山狗 也應該是養的 其中有兩天陪著我們上山 它又不貴又不升 總之就帶著我們走,很乖,很聽話 然後我分享給朋友 那隻狗經常在那裡和那些行山客 一起上山 很乖,真的很乖 每次我行山見到那些狗 都會想起牠 即是我說乖的那些,不是亂吠的那些 好了,大雄,捉影停下了 你要兼顧隊友的嘛,對不對 你自己走去 那是不對的啊,行不行 對了,回望在那裡 你的主人啊,很忙啊 秒秒鐘幾百萬上路啊 是,跌了還是撿了 哈哈哈 你給個尷尬的笑容啊 見到 見到,見到人家跌了 好,先拍多一點路放苗 這條路線 魚螺石啊,三天地石啊 其實我已經出片了 不過大概都已經到兩年之前 而後半段女婆山啊 也都更加出過啦 那大概剛才進山圍 至無奈呢 二百米都距離 就會去到第一個景點 三兄弟石 Hello 你今天三隻狗仔 真是三兄弟 GoGoGo 我開機都開不及了 大雄已經爬了上去了 在這屋的石壁上面 他穿的鞋子都相當咬地 卡住了鞋子 哈哈哈哈 OK 我已經處理了 剛才兩隻卡住了那雙鞋 好 大雄你那雙什麼啊? 牌子的鞋啊 走得那麼快 走吧 走吧 你不走我走的 我先走 過了大雄了 剛才我說二百多米距離的三兄弟石 有什麼特別呢? 首先都挺神似 神似的程度是什麼呢? 話說大概早幾天之前 和哈叔 行屍子一搭的前五個山峰 在對面的山頭看過來 他們都自然自然自然 哇那個石好可愛 好像三兄弟一樣 那他就是講這個石 但他不知道的 就是他不知道那裡有塊石 這樣被人互術 可想而知呢 即是他的仗爭程度 那個感覺 大家都 感覺到是對似的東西 那究竟是怎樣呢? 走到裏面看看就知道了 好了 大雄已經乖乖了 要等隊友了 OK 等隊友之前 看一看這個外面的鏡頭 壁桃花園 成為何方向 這裡斜斜地 小心點 今天都熱一點 雖然這個三更加無eses 蔡天吶 怎樣來睡覺 好啦他們兩個抓住 抓住た時出來了 哪些錢只是開一套 哈哈 開始拉蕩了 他們沒有你閉我廢利了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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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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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你也問人呢? 不是啊,他們是主人,我們是狗 哈哈哈,你也是主人 我這句話,要不要給你一個格子 哈哈哈哈 OK 不是,真正的主人在最後 這個主人是養了三隻狗的 快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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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哎 你先給我一個 好,上到來 三兄弟石 好兄弟 是啊 就是哈叔遠處望劍 像三兄弟那幾個石 找個位置 有個平台位置應該可以坐一會兒 先用一回氣 褲袋有沒有? 啊,放在這裡 好,來到三兄弟石 這裡就有掉... 將會跌的鑽石 我記得曾經在這裡... 扮擒 這裡上得到去的 喂 你看前面上 咦 這個石,卡住在這裡 好,幸好在這裡上位上 前面也上到了 今天在這裡上也是 你看下面 你所說的三兄弟,哈叔 不知道哪個是哥哥哥的弟弟了 再上高一點點 好,身處三兄弟石 一個兄弟,兩個兄弟 還有我背後三個兄弟 這個位置 三兄弟石 看出去就是這個馬場方向 他們前不上來 給大家看外觀 先看 這個角色的樣子 看上壁圖 城堂 馬場 再上去大部 那邊的白鮮園 前面的望中 中環大學 再進一間 來見到這間的翻山 蝦仔上來 小心點 是啊,在看 想上這塊,但好像有 好啊 你在鏡頭前面還在做什麼 還不想 在這裡 好賊啊 這裡 幾個都在這裡 只有一個在這裡 OK 好 大雄又上來 這裡很窄窄 還有一個平台的位置 還有人把他繩子上去 這位Vivienne姐姐在這裡說 狗仔話 他在說話 他不知道一定不說 不知道在說什麼 他不停叫我 離開這個三兄弟石 都幾可愛的 OK 不過上來的時間真的要小心點 上面有一點窄窄的 剛才我們這麼大 人上來 都小心翼翼的 OK 下去 下一站 魚鑼石 魚鑼石的頂平一點 魚鑼石可以大家坐得開心點 聊聊天 好啦 離開三兄弟石之後 其實還有一些小勁 還有一些石頂 OK 我們不能走得上去 如果嫌這個三兄弟石 硬塵一點 都有一些平一點的石 可以在平一點石上 看看風景 我們沿著山徑 繼續上下一站 魚鑼石 喂 大熊又見到你這麼巧啊 由這個三兄弟石 到這個魚鑼石 都有一些距離 都成1K的距離 而且還有一條分支路 簡單來講 我們要特意過去 就是一個向下山方向走路 一段 竟然魚鑼石再上來 只是告訴你 其實在另一邊 有條山景 都能上去過魚鑼石 不過通常 如果你想走完石 就一定會這樣走 如果你不過來 當然在那邊大石 那邊上去便會方便些 你妨礙這條路啊 好久不難路啊 好久不難路啊 這傢伙 小小小 我一腳踏在樓山 一腳踏在樓山 但你沒什麼膽子的 小小 雖然你大大隻 剛才他上到這個 三兄弟石 是有點害怕的 所以剛才我們合照 是沒有去找的 那天在這位置 大熊見到屍體後 見到後面有幾級 要上去 後面又回頭 OK 幾級 有落夠位的 一個 兩個 三個 有樹拔手 上面有樹枝 沒問題的 單手也是上到的 OK 好 站穩腳 給我回望 大家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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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一邊 效果 在 美 灰 阿 寶寶 好,你先摸一会儿再回头 过来,跌死你啊,黑仔 走过来,走过来 走过来,走过来 接着狗先,多一手符 接着狗先 黑仔 这是纪录来的 我听到的 这是公吗? 两只都是公 两只都是公 即是能成为墨有种带着爱的那只 那你伯妹那些呢? 伯妹呢? 是女儿来的 两只是女儿来的 他们会不会乱来的? 不会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说真的 有什么行为大 有什么行为大 我知道 就是在沙发上不停地打开 站着打开,但是做不到 你们真是残忍 对啊 做得更好 你们真是 小姑娘呢? 丑尾,搞人家 真的吗? 真的 是啊 但是做不到 能力虽然没有,但那个 肉练都依然在 全面很有性 小心一点 这条是树梯来的,不是绳梯来的 不是,有三十点 我看了那个 要小小琴的位置 你们回望镜头先 有些树筋给你转一下 不算太难处理的 一路上一路 描述这条路的难度指数先 既然我刚才说的曾经拍过 那大概都年半之前 那次呢 就是跟经理人和交流的 那些姐姐一起走的 那些姐姐一起走的 先想一下 那就是说 经理人那样蛇居的 都搞定 就应该是少少难多多趣的路 但是这条片 又不会完全100% 和上次的片段一样 尽量有少少不同 那我们 上次好像没有过女婆山 那次他过了女婆山 是哈叔阴点的山 他回到第一个要走的山 然后呢 就会沿着巴心坑下山 后半年就相对的 轻松一点的路段 好 来到这些位置 有个标高柱 真的忘记了 上次没有在意 有个标高柱 这个位置 先看看多高 好了 看完了这个位置 大概高 130海拔岛 地图上没有显成什么山 我们距离 可以上去给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风景 不过有少少高 OK 这里呢 距离我们的鱼窝石 看一看 周围景色 大概还有800厘米 这个叫日明 是啊 这是日蝦 我们刚才这个 琴上来 这个日明顶 好 哈叔表演一下 如何走这条路径 让我们看一下 好 现在表演给你看一下 你表演给我看一下 穿过去 穿过去 好了 我已经由队头去到队尾了 路线给了他们 880米的距离 就要右转过这个鱼窝石 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这些火候 是 他头的模糊很搞笑 我们试试一下 对 哈哈哈 路线给了他们 如果他们有开这个 叫做追踪功能的话 偏离一路线 都应该会知道 会拒绝他们 如果没有 一路走一路 一路走一路 如果他们有没有走过 有机会会失去路口 接着要回头 不是广告 不过 提醒大家 如果没有这个习惯 又不知道怎么用 可以看我之前一些介绍的影片 都帮到大家 行山上面 一些的处理 大家都想行山 都不想行冤枉路 安全度数也高一点 好晒 今天 超晒 超晒 距离这个鱼螺石 四百零米距离 即是分岔路口 有个开阳的位置 这个开阳位置 可以下去看看 这个套路讲风景 好灯啊 完全是一个优惠感觉 对 没办法 太阳晒着 这个人最懂得找阴间 Hello 大虹 大虹 在吃东西 我想方向你辛苦不辛苦 很爽 走快一点 好吗 快点回家 保充一下 太阳车大虹要 要玩水大虹要是吗 每天都走空间 这么晚的天气都可以 好了 开阳位置 放转飞机 拍了合照之后 离开这个位置 大约400多米距离 这个位置也挺容易认的 有个被人捅鸭了的石死月自由 不过又被人已经是洗脱了 但有些痕跡在这里的位置 OK 圆鱼的位置 继续上 好了 过去的路段是这样的 难不难又不算很难 可能有树荫也有的 但偶尔会有些树山 低一点 要遇见树干底 小心坎头那只 没什么分枝路 还有百多二百米的距离 就是到路口位置 没什么外面的景色感 今天非常晒 还有一些分枝路 正望过去看到大鲁山 和慈魂山 完全是热天的感觉 一路走日一路温馨提示的时间 大家上山的时间 千万不要用一个很统统的想法 3月或者2月一定是天凉 或者10月一定是天冷 因为走山的朋友都知道 天气凉和天气热 耗水量是完全一回事 不要一般通常在路 比如说12月或者3月头的天气是冷的 平时冬天的时间 一支水到尾都OK 甚至乎不用喝水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真的要逐天看天气 香港的天气是逐天变化的 OK 如果像今天这么热的天气 其实要当是热天的感觉 去准备东西 那就会好些 那当然 上山打什么风衣 始终都热不顶 下山的时间 一难一疑 风衣粒粒都是好 好了 到了路口 非常之多私底 我们从下 mountain 下去倭木诺石 你读了什么字呢? 魚柳石嗎? 古烈寺!你好! 在山上見到古烈寺 大家知道古烈寺是誰嗎? 不知道 留一字就不懂了 好像你的頭髮一樣 是不是打球的? 是踢球的 荷蘭 魚柳石出發了 大家知道古烈寺是誰嗎? Google search 就知道是什麼年代的球星 那你就會發現是一個什麼年代的人 大熊,為什麼捐人附浪啊? 沒有啊 在旁邊嗎? 好,下魚柳石 魚柳石在那邊 大家直往前面那塊就是了 四四方方那塊 四四方方有個魚柳的殼頂那塊就是 要上來的 為什麼要上來的? 你們的目標在你們現在身處的2點方向 很短距離而已 落一層就要上去 好,落了一段子之後 有一條的繩位 落一段沙石路 好了,逛逛逛逛逛逛逛 經不覺到了 哇,那個女孩已經爬繩上去 沒錯,旁邊有個繩位 下面有個平台位 怎麼樣?心情興不興奮? 很興奮,得了 得了嗎? 值不值得這樣走過來 值不值得? 她不理我了 喂,大熊,你去哪裡? 這個就是魚柳 在遠處底好像有一個大石 有一個頂,有一個蓋子 有一個石頂那樣 可以上去的,小小斜 那我來到街上去 我先上去 好,先描述一下 這個位置 真的要靠一條繩子 那條繩子都可以 幾步路 那我上來看 條繩子都可以 不怕的話 就很值得在上面 拍照 是啊 這個位置是值得上來的 好,來一個360度鏡頭 先看過去的大浩山方向 池雲山 然後看過去的獅子山背脊 軟柱柱柱柱柱山 然後就是這個方向 軟柱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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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方向我現在的後面 鏡頭前面這個 古列治 嗨 嗨 大浩山來了 小子啊 你小心掉下去 小子 你膽很小 對,經過你 是啊 心情如何 等一下 心情如何 快樂想來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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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我想把你這條繩子多一點 看回鏡頭前面 就是我剛才走來山徑 剛剛那些浮沙小石 好像還看見那條繩子 沒有啊 好,拍一下這個回了堂的蝦叔 鏡頭一扒過來 馬上放去用繩子 大熊你怕聲嗎? 是啊 不用聲 那當初怎麼上來呢? 大熊很厲害 那總有人上來的 大熊你是不是很悶啊? 我們上去 你又下來自己一個 又繞一個圈子在石上 好 好啦,喂,幹嘛走啊 停一下 我們沿路上回到剛才那個路口位置 然後下一站在郭女婆山 走啊,喂,傻豬 他怕你不懂路啊 我 好 OK 他見不到兩個朋友 因為兩隻小的Bludo 落了袋 所以他見不到 可能有些不安心 等著旁邊走 容易走一點 今天真是真是真是 好啦,上來的T字路口 好,我們沿著剛才來的方向 右邊 繼續前走 過去這個女婆山 大概到700多米距離 由200多 攀升到300多 攀升到82米海拔島 這段的導航員 我們交給大熊 游去大路啊 好聰明啊 前面在帶路啊 看看他先 路況可以嗎? 可以嗎? OK 前走 加快兩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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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在那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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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啊? 大熊 好聰明大頭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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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這段過去女婆山的路段是這樣的 又說大熊示範 不要這麼快追不到 路段是這樣的 我追他一下 清晰的 看得到的 OK 走吧走吧 途中要經過石鼓籠 還是石龍仔 石鼓籠好像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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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 他好像有點累啊 正在扯氣啊 都叫你不要亂爆啊 慢慢均速啊 好,上吧 好啦 來到地圖上 未必是石鼓籠山頂的位置 這裡有很多紅葉 不知道什麼葉味 但都挺漂亮的 鏡頭大家聽到扯氣聲 不是我啊 是這位先生 這位先生 用多了氣力啊 正在扯氣啊 Vivian 你只要一個人拖著他出長嘴 住不住? 住兩次了 出兩次? 就是他自己完全OK的 就是那些爬石位都OK的 現在長嘴是中間大灘 攤和攤之間 也有床要爬下 是啊 東彎那裡 拉拉拉拉拉拉 來拉拉拉拉拉拉 是過了就下了 就是上去的當然沒問題 上去的問題 厲害了一下 但是你自己跟他出去之前是沒出去的 我自己去一次 但是也是你自己人去的 直去呀 年輕人 要介紹一下新人 直去呀 經過了食籠仔的頂後 未必開始往下走 前面這個就是女婆山 我們在這邊上去 不是鹽羊石那邊 會上到頂後才下個鹽羊石 在這個山的右邊方向 石牙山那邊的方向 喂 下吧 不要停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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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夾殺 我不等你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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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得到它有沒有點頭 相對的開陽 有陽光滲入泥 有些很高的樹 又不算是很斜 這個位置 差不多到女婆山的頂位 未必有一條左手邊的分支路 幾十米距離 進去這個三角網測站 看到沒有呢 差不多到的了 好了 前面有路 左手邊 右路 女婆山的頂啊 到了 大紅角這邊 很高高 前面有一個開陽的位置 可以看到馬安山的景色 可以進去吧 60米的距離 399米海拔高的女婆山 很棒的位置 可以看到對面礦場外脊的位置 還有馬安山 還有大金鐘 有很多人在走嗎 沒有人在走嗎 沒有人在走嗎 那麼多人在走 Mini 就是這個Mini Road 好了 大家在歎途中之時 其實這個三角網測站 幫他直去的一條路 這條路 看回地圖上面 是顯示的 可以到這個阿公過那邊 走一小段 要趁你們在歎途中的時間 還沒走過 看這條路 還可以 還可以 很清晰 還有一些引路 絲帶 走開陽一點 看一看 這裡有一個開陽一點的位置 試一下這裡算數了 直到阿公角的方向 有機會都可以試一下 再看回其他的分支路 可以去梅子林那邊的路 一段都可以 有機會再試一下 今天一群朋友 不會去抓他們探 他們撞了板 還沒死 被人抱怨 因為蝦叔說 累了吃不到餡茶 沒問題 吃餡茶 對蝦叔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們現在 看到下山 過去花心坑那邊的方向 應該剛剛好時間 吃過T又醉醉 夠吹吹水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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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I would, I would W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s, that's all I want to do I hope that you're safe and that I will see you soon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I would, I would We talk on the phone, every night Love to hear your voice, not sleeping well And I know that you're right, but you should know it You've been gone for way too long now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I would, I would W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s, that's all I want to do I hope that you're safe and that I will see you soon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I would, I would Even if you're gone, I won't forget you You're all I know, what I need, and that ain't changing Even if you're gone, I will remember You're all I know, what I need, and that ain't changing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I would, I would W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s, that's all I want to do I hope that you're safe and that I will see you soon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I would, I would If I could lay down beside you, I would, I would When nothing really matters, that's all I want to do I hope that you're safe and that I will see you soon 好了,下去的路段是這樣的 些少許沙石路段 沒多久就會去到這個 圓陽石還是羊圓石呢? 好像是羊圓石 還有一個豆腐石的位置 下一個景點 好,來到一個頂位 這個頂位,利線地圖上有標示的 不知道叫藍山嶺 上下的描述,過了一個開陽的頂位 又開了一下走 圓旅浦亞方向走陶京會是這個的圓陽石位置 好了,當看到路況不斷向一些石級 大石慢慢走下去的時間 初步多到這個圓陽石的位置 圓陽石之前有個路口是上一個豆腐石的位置 這個路口應該是 OK,等一會兒先 好,進來之後 上下都有路 我們向上那條路走 好,進來沒看到有絲帶 左手邊有一條路向上走的路 但我記得是右手邊這邊 有寫著無極 在這裡供進去 左邊都可以進去的 好,沒錯 這個豆腐石的位置 有幾塊四四方方的石 在這裡 這裡還有一個無極 圖鴉了 這塊石應該可以上去的 好了,來到這個位置 勾起我的回憶 後面這塊就是豆腐石 這裡上去都要爬 還有一些危險的 我上次和蝦叔來都沒有來的 我們就在後面這塊石 看回到一塊豆腐 就是在這塊石 就是剛才那塊斜路 我們沿著斜路再直上 就是這塊石的上方 我們上次在上方 看回下來 這裡都很多人 不知道怎樣爬上去 在前面附近 在上面的角度 看來是像一塊豆腐 看看你們上不上去 好,我們就出去了 我想上去這塊石的頂位 當然不可以爬上去 剛才旁邊的路 山徑上去 沒錯 好了 在這個位置上去 看回頭看到豆腐石的位置 還有一塊很出名的鑽石 要不去這塊鑽石拍照嗎? 大虹一下就上去了 好了 上去頂位 大家出一下 開陽的景色位置 不然呢 在這裡一起練 就是這樣 回到梅之林村 剛剛才我們 上不到 或者不打算上那塊豆腐石 前面一個四四方方的幾塊 這裡的風景位置 是坐定不遠走的 叫極大家都不遠走 在這裡攤透著 好,下來一個Y字路口 描述多一次 看到無極直過去 豆腐石 但是 不是容易上的 不建議上的 上去Y字路口 左邊 上去豆腐石 之前一堆石堆 靚風景的位置 值得上去的 那個位置 其實可以直通上去 這個玄陽山 或者叫女婆山 應該是女婆山 對 頂位 就是剛才我們可以 另一邊可以下 不過我沒有在那邊下 現在就沿著這堆淡竹 來下回主經 好了 左轉 看到路口 沿洋石的位置 蝦叔說要來這個位置 不知道為什麼 待會先問問他 蝦叔 他陰點是要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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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陰點是要去爬石 爬山 對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在片中第一次出現這條路線 是嗎 是嗎 我忘記了 我們現在走完這裏 之後過去六潮石林 表演一下爬上去 蝦叔說的 我都做得到 是不是這樣 蝦叔 嗯 好了 離開沿洋石之後 我們往花心坑方向下山 去到這個終點位置 大概1.6公里到距離 途中應該還會經過一個石景 就是花心坑石 看看他們進不進去 開嘴 開嘴 GO 這就夠了 是嗎 這些有被人搜尋的 對 也好像有的 對嗎 也好像有的 好了 落到女婆咬的位置了 之後的路段應該會 簡單一點 我們會沿著花心坑方向下山 好 這段下山的路段 有鋪仔帶路 你不要那麼快 我催你不到 GOGOGO 對呀 路口清晰 用高深指數 算是輕鬆交易的路線 可以由黃泥頭,即是花生海的方向 通過一個毛子林 不想山來最多和輕鬆的郊遊路線 環過了一個涼亭,看到第二個涼亭的位置 右邊有樓梯級 落在我們最後一個景點,花心坑 有一個花心石,3億9正在玩水 看看在哪個位置 石就在我們的右邊 好像在前面的路逃走 出來之後,沿著山方向走 向下走 應該在低一點位置等著我 他們先下去 這個位置 坑,由我們的右邊向左邊 這個位置,花心石 嘩,跑過去 不拍就走了 好,走吧 好啦,竟然大家都在這個花心坑 這個花心石 沒什麼興趣拍照 很有趣的 有些沒到過 剛剛沒到過的朋友 他說有點像 有一些在附近住 還有一些在附近住過 我告訴他 我叫花心石 他說不像 每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 OK 像不像是很主觀的感覺 你覺得像就像 離開這個花心石 我們就遠處下山的方向 到斜路走 一直下去就是黃麗頭 速急的行程 大概是5公里鬆一點 我形容是一條少少難多多的路線 有些地方是要下手下腳 但是途中就經過很多石 打卡位 還有一些開陽的景觀位置 高CP值 處理到的計算是相當不錯的路線 也是哈叔回來 專門叫陰點的路線 原因是他和朋友曾經在這裡出現過 所以在這裡念舊一下 OK 離開這個位置 落山了 回到這裡為止了 今天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喜歡的話記得訂閱頻道 和分享給興趣 還有行山交易的朋友 記得訂閱支持和分享是很重要的 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